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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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阿星阿姨是好朋友吗 算是吧 我挺喜欢那个阿姨的 是吗 嗯 爸爸 老师说周末要看运动会 你能不能让阿姨来啊 夏迪 阿姨 阿姨可能来不了啊 阿姨为什么来不了呢 康姐 夏细姐 出事了 谢谢 怎么了 我刚才在录取咖啡呀 你们猜我看见什么了 猜 看见什么了你说呀 卖什么关子呀 哎 卖姐啊 在楼下跟你们拿个吵架 好像是她老公 吵架了 吵什么呀 就去出轨了 我还没来听清楚 我 不过杭是 白慧姐怀孕 她想要听心留职 她老公不愿意 说开销大 就是想要钱 太过分了 你把威姐加在火上了吗 她刚办了入职 就算是正式员工了 根据规定 孕育妇也不能开除啊 那都是想开除 那法律也不允许 你说白慧姐是真怀孕了吗 我怎么一点看不出来啊 这小屁孩你懂什么呀 那显怀得四个来孕 完了 慧姐这回啊 麻烦大了 嗯 嗯 小屁姐 你怎么了 没什么 那白慧姐怀孕了 你不吃惊吗 吃惊 吃惊 那是谁啊 住了住了 让慧姐她老公 别客气 别客气 开发 啊 您好 我是那个 大慧的老公 您好听我们大慧说啊 那你俩翻阅了啊 完了 完了 马上要刮起一场血液血河河 我这修给您带点 我们这个老家的特征 这是什么黑骨骑着大枣什么的 这个是提高那个免疫力的 对身体特别好 就给您尝尝 我 我就给您搁这儿了 老公都带来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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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这是我自己要来的 我知道我们就白会这个事 给您添麻烦了 但是姐 我们家这个情况呢 您可能不知道 几万块钱呢 对您来说是不算什么 但是对我们来说呢 很重要 而且您看见 咱们两家的关系这么好 要不您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把我们这个家给批了得了 再说这 这这 这不是公司的键吗 你说呢 白会 你自己怎么想 她其实跟我想了 我问的是她 你怎么想了 危险我 姐 她想好了 她现在就是邀请云驾的 对吗 何止 我跟你说这么多都是白说了对吗 不是 姐 我觉得咱也不如老这么上纲上线 您看您也就在公司打工的对吧 我觉得都是打工的 应该享受打工的态势啊 而且您看 您也怀着孕的 孕妇肯定是能理解孕妇的 对吧 卫卫 忍完了 问您怎么想的 我觉得姐就是给你找个台阶下的 你怎么想的你就跟姐说说呗 今天不要跟她一下 那边看 lemon 你怎么看 你是不是 好 班长姐 我媳妇现在这个情况呢 想继续工作 肯定是不太可能了 还是希望您能够继续 尽快把这个 程甲给我们批了 她要是说继续工作 万一说有个 对吧 我觉得对您对公司 都不太好 瑞士什么意思啊 威胁我 我真不受威胁 因为我们真没别的办法 而且您应该逼我们清楚 这个 妇女保护条例不是规定吗 企业不能在女职工怀孕 生育和哺乳期间 辞退女职工 否则就是违反了这个劳动保护条例 我说得没错吧 您还是赶紧把这个家给我们批了吧 要不然您这不就是歧视孕妇吗 歧视孕妇 我就是孕妇 你说我歧视孕妇 我是因为你们钻了孔子骗了我 还骗了我爸 知道这叫什么吗 职业欺诈 谁欺诈了呀 我们怎么欺诈了 白纸黑字写着呢 白会是你们的正式员工 我们怎么欺诈了呀 我不明白 反正如果您真觉得自己有道理的话 咱咱们也别在这儿说了好不好 咱们就 咱就法院见吧 法院见 没事 媳妇 咱们走 你走 说话 啊 喂 爸 白叔怎么回事 这不是连着手来吞咱们 啊 怎么了 啊 葳葳啊 你先别着急 慢慢跟我说 啊 今天这个菜也很便宜哦 是吧 这么多 今天今天这个 哎 可以哦 又是 又是 弄瑶 是啊 是啊 我刚来了 快点 你怎么来了 哎呀 姚哥 姚哥 白慧转正的事 我们还说要去谢谢 是啊 白莎上家吃饭 我多找两个小菜 对对对 咱们俩再喝两杯 好好好 别别 老白啊 我来找你 你就是要问问白慧的事 他刚转正 就找我们家葳葳 要请孕驾 你们家姑爷也去了啊 有这么办事了吗 你这不是骗人吗 我问你 老白 你来找我的时候 你女儿怀孕 你知不知道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们是何起火来骗我的 老白 那那那 你这几乎我也不要了 哎呀呀呀呀呀 姚哥 你就别叫这个真了嘛 怎么叫叫真啊 我跟你说啊 事情不是这样办 威威 刚给白慧办了转正 现在白慧要请产假 你让这个威威怎么跟领导交代 你们家威威厉害 领导顶多一句话 一句话 也调不了其两手 就是啊 再说 都这样了 我看就算了吧 就是 老白 原来你也是这么认为的 是吧 好好好 不跟你说的 你把你女儿电话给我 我自己跟她说 给我啊 我真是不信 这世道 就不分是非屈直了 你们真的自己觉得没错 我们有什么错啊 我们错在哪儿了 老白别给她 不管我们错没错 事情已经这样了 没辙了 跟我来这套了 走 去 老姚 姚哥 姚哥 怎么了 快快快打电话 快 一二零 一二零 都怪我不好 我就不应该给她 打那个电话了 但我真出事了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爸不会出什么事的 这还不能怪你 你别多想啊 他已经很久没有 翻过心脏病了 肯定是就被你俩人给气的 怎么会有这么自私的人啊 这有事了 我肯定不会放过他们 怎么不住我了 来来 走 怎么样医生 挺顺利的 病人已经脱离危险 但还需要住院观察 谢谢医生 没事了 没事了 女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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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起你 我当初真不该答应 帮老白这个忙 怪我 就为了在老朋友面前 长那么点脸 给你工作 添了很多麻烦吧 别想那么多 这件事 哥跟姐弟 还是我疏忽了 我是真没想到 老白怎么是这种人呢 白会的事我会处理的 你也不想想 你女儿是谁啊 有什么难得闹过我啊 是不是 你不相信我 相信你 那不就完了吗 你现在的任务啊 就是赶紧把身体养好 千万不能出事 听见吗 薇薇跟我说呀 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 她这辈子都越安排不了自己 医生都说了 你就是因为情绪太激动了 再加上老毛病了 你在这儿观察几天就能出院了 你别胡说了一下 有我女儿在 我必须扛着 就是 爱的 爱的 你现在就是我最牵挂的 我可舍不得 这么早就走了 你现在不懂 等这个小家伙出来以后啊 你就知道了 所以啊 你现在就得赶快把身体养好 好起来 你也不能你小孩这么担心 是不是 是啊 保胎 保胎 为了拿着医保保胎 你天天都出了什么主意啊 现在弄这种事来 你看 你看你这 怪上我了嘛 这 这不是咱俩商量好的吗 你再说你现在找的道歉 有什么用啊 她心里肯定已经记恨你了 你还不如就这么耗着 我看她能怎么定 闺女啊 其实我觉得大雷说得没错啊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我们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我说老白 你倒是说句话呀 做得什么腻 我不管了 该怎么办怎么办 是老头子 白慧啊 我说你好不容易怀上这个孩子 千万不能出什么意外了 知道不啊 闺女 我跟你说还得听妈的 媳妇 你说一个养胎 一个是生孩子 哪一个不需要设计 怎样都是为了孩子 老公 我还是不放心 我爸刚读完手术 我俩就不赔床了 这合适吗 要不然回去吧 安心在家待着吗 你担心爸的身体 爸也担心你啊 人家那个护工挺专业的 你把人家都主副毛了 我说什么了 那护工怎么都是男的呀 做事肯定不戏份 别乱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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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没事 吉人自有天相 我手机铃声已经调到最大了 一有事咱们立马冲过去 这一天兵荒马乱 白慧那边想好怎么解决了呢 就他这情况 公司肯定开不了他了 但他又是我招进去的 我的事 我也不能让公司承担损失 之前珠宝品牌的提成 应该挺高的 我打断跟许文说 我就不要了 就当补到工资了 来 先把叶酸什么都吃了 老黄 你知道我最欣赏你哪一点吗 遇到事情总是第一时间 去找最好的解决方法 不被愤怒冲昏的头脑 抓大方向 目光长远 你觉得我的解决方法可以吗 那还可以 才让咱们吃点亏 但是呢 许文也说不出这么来呀 咱们就当是 十一先长一致 花钱来教训 老公 谢谢你 永远待在我身边 什么决定你都支持 这不是应该的吗 可好多男人 都做不到你这样 今天 白慧不是来跟我聊 休假的事吗 她引运的事 我是不认可的 但是 也还是挺同情她的遭遇的 平心而论呢 她能力确实挺强的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从长远来看 是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我跟她说了好多 其实她挺聪明的 也听明白 也拎得清楚 但她老公不啊 非得要把那工资给拿回去 还上来找我闹 最后把白慧给带走了 她也不想想 你说白慧要是 休完产假再回到公司 没有了这个 孕妇身份的保护 她还怎么带下去 那公司随便就能找个理由 给她开了呀 真是她不明白了 佳佳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 怎么了 我 我应该是胎动吧 去医院看看吧 没事 这波已经过去了 你应该是孩子长大了 今儿太大 最近这段时间 胎动越来越明显了啊 过两天就去产检了 我就跟戴萌约好了 到时候再问问医生呗 耳动了 刚在这儿呢 嗯 嗯 我没听着啊 你闺女不爱搭理你呗 这儿爸说得跟我想的一样 人生在世啊 必须要有至亲至爱 爸感觉撑不下去的时候 你就是她的念想 我跟冯文艺搭档的时候 一感觉撑不下去 我就想着 我老婆孩子 还等着我的丰功伟绩呢 立马就有劲了 爸是说听得来的 有了孩子呢 就有了念想 宝贝啊 放心啊 你妈这坎儿能过去 你等着 妈肯定能当你的英雄 老婆 健健康康的啊 爸妈在外边跟你努力 你在里边好好待着 还有几个月 咱们就见面了 打开 我的天哪 还会说英文哪 妈妈 沐总自家兄弟 哎 老沐 就是我给你托付件事 卓妍宁 自家兄弟 以后你俩规矩规矩 但这兄弟你得帮我呆 你放心 你兄弟 就是我兄弟 路总 我跟你说 这曹达呀 人前人后 那可没少提你 还那都应该的 人中龙凤 青年才俊 最雷欧汽车的项目 以后啊 少不了你帮衬 你看你说错了吧 刚说自家兄弟呢 那帮衬那叫自家兄弟吗 罚一个 好好好 不是罚 咱自家兄弟就得是 就得是一起喝酒 一起赚钱 对不对 对 曹达 我明白 你想让我跟二位一条船 我肯定愿意跟着大家一起往前走啊 弟弟 你放心 当哥哥的 不会让弟弟吃亏 是 我跟你说 我跟曹达共事十几年 我做事的风格 他最清楚 我清楚 讲究 但是人家讲究 咱们得拿出承认 行 明白吗 明白 曹总 我今天真的喝酒也太多了 不是 您也知道 我儿子还在家呢 自个儿在家呢 怎样等着我呢 这次谁还在我心里也不说 你不信吗 自宁啊 哥这人呢 就是没事呢 爱喝喝酒 赚赚钱 但我不是说自己赚钱 我想大家一起赚钱 谁 哥这钱没一概念 那不就是个数字 我看中的是咱哥俩的起立 我希望咱俩 能一条心走到最后 你明白吗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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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公司啊 是要赚钱 但不一每笔都赚钱 而且给公司赚钱的同时呢 在这考虑考虑自己的事 自己的事我说得没错吧 你告诉我 我说自己的事有 要听着呢 是不是 都在这儿呢 曹总 您放心 这次的这个案子 我一定办得妥妥当的 绝对不会再出场子 我戏 来 赚金 我敬你一个 来 穆总 来 穆总 敬您一个 来 来 来 我干了啊 我也干了 赚金 我现在要回去了 你跟龙总说一下 回去吧 他家里边孩子自己的家 吴总 不好意思 我家里有点事 我先回去了 今天喝得挺多 很高兴 理解 理解 好 理解 那我先回去了 二爷们慢慢喝 快 慢慢喝 快 慢慢喝 唐姐 白慧姐真不来上班了 威姐这回啊 算了亏大了 懂了 听说什么了 我今天早上 去为许总送和睁的时候 我听说 威姐主动放弃了 珠宝品牌的提成 说是想要弥补 赵白慧姐来的错误 什么 珠宝品牌那项目 我威姐前前后后忙活了一个多月 提成全不要了 威姐这回啊 算是赔得富人有着病 白慧姐真是太自私了 我以前都没看出来 老爸 我爸呢 他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好多了 来 让爸给你聊啊 葳葳葳啊 哎 爸 活好多了 你放心 我忙完手上这些活 就过来看你啊 程良都已经在这儿了 你忙你的吧 不用过来了 护工呢 他在这儿呢 你看 你有什么要求 跟护工说啊 我还有点事要忙呢 一会儿跟您说了 挂了 拜拜 进 怎么了 有件事我想了半天 觉得还是要跟你说一下 算是 怎么了 怎么了 白慧 其实在她转正前 我就已经知道她怀孕了 你早就知道了 我也犹豫了好久 要不跟你说 但是白慧那段时间 工作特别积极 不怕我说了 大家会觉得我妒忌她 尤其 怕我多心 那你现在怎么又说了呢 这几天我总是在想 我要是能早点告诉你 也许就能让你 提前有个准备 不至于像现在这种被动 左右为难 我要是再也不说 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了 其实就算你告诉我白慧怀孕了 根据她这段时间的表现 我也还是会给她专张 只是没有想到的是 她打的主意 你居然是转正以后 就请假养摊 所以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但是小夕啊 有一点我得说你 你呢 有什么事你得跟我说 对吧 我们已经工作那么长时间了 你的人品我是知道的 我不希望我们之间会有误会 所以今天 你跟我说这些 我还是挺高兴的 谢谢魏剑 行 那这事就翻篇了 是吧 好 我 我还有事 你今天上半年 那几个案子 做得挺不错的 然后公司对你的能力呢 也挺认可的 年中 公司会有几个晋升的名额 咱们部门有一个 我把你报上去了 我 我 我 谢谢魏剑 行吧 干活去吧 好 谢谢魏剑 好好努力啊 好 小夕 小夕 我 我没想到 你真的会找我 这个是我怀孕的时候常吃的 对身体好 这个我不能要 拿着吧 太贵重了 我真的不能要 拿着吧 谢谢啊 其实在你转正前 我就已经知道你怀孕了 但是我没有告诉魏剑 因为我也是一个妈妈 我知道当妈妈不容易 职场妈妈更不容易 我不想因为你怀孕 就影响领导对你的判断 谢谢你啊 小夕 虽然跟你相处时间不长 但我觉得你不是这样 李悟青的人 所以到底为什么这样做呢 小夕 你怀孕 你怀孕 应该很顺利吧 小夕 你怀孕 应该很顺利吧 你怀孕 我怀孕 你怀孕 我怀孕 就跟我怀孕 需要另外一句 你怀孕 我们这个чно弱 我都不想这样 不小心 流产了 直到我过了三十岁以后 我就特别渴望有一个孩子 但我怎么都怀不上 我为了怀孕 我天天跑医院做检查 喝中药 调理身体 好不容易怀上了 医生跟我说 我有习惯性流产的迹象 怀孕没多久 我就此时在家养带 闲着没事 就打扫打扫卫生 就干了那么一点活 孩子又没了 你能 你能体会到那种 失去两次孩子的那种心情吗 我真的 我当时都快抑郁了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我们去那边坐会吧 我老公和家里人 就一直劝我 一定要好好地调理好身体 这样宝宝才能回来找我 我就是靠着这个想法 才从那段时间里走出来的 后来 就有了现在这个孩子 自从有了我对生活 我对生活又感到了希望 你宝宝不是又回来了吗 一定会顺顺利利的 你不过来 这两年 为了要孩子 我不止没工作 还花了好多钱 未来孩子出生 又是一笔很大的废月 我老公之前 是在工厂上班的 结果年前裁员 临时找了一个送完卖的工作 我们也是 逼不得已 才想到这个办法 白慧 我理解你的难处 可是每个人都有难处 谁都不容易 但我觉得你不应该 用这种方式来寻军复射 我想照顾好 我的孩子 为了他 我只能先抓抓得住的 吐吐得着的比你 别的 我真的都顾不上了 对不起了 从小我爸就告诉我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好人才有好报 咱们都是做妈妈的 更应该善良一点 多几点就做宝宝的榜样 不是吗 咱们都说他的 洆盐不份 对不起 喂 我们上回不是说好是一千五 怎么这报价单上写的还是两千呀 是这样 曹总 我好好地测算了一下 现在已经是把各个方面 压缩到最低了 我以为上次咱俩啊 聊得挺通透的 也很清楚 变通一下 总有办法 怎么样缩减预算 你应该比我有经验 老牧不跟你说过吗 大家是兄弟兄弟之间就要互相帮衬 以后合作多的事 伤了和气就不好了 一千五百万 好好再算算 行 那我明白 那我回去再好好地算一算 拜托 曾宁 回头把银行卡号发我手机上 好 曹总 曹总 那个事不用着急 我跟您一样 看重长线 我相信我们之后合作的项目会很多 那也不着急 我先回去赶紧算一算 好 回来了 回来了 你这腿怎么了 今天送完卖的时候 别一个彻底刮倒了 有点擦伤 这么严重啊 来来来 我看看 咱们上医院吧 别再感染了 上什么医院呢 这点小伤 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 再加处理一下就好了 没事 媳妇 媳妇 看看这是啥 那司机赔我的医药费怎么样 销两钱 怎么想你老公 我有经济头脑吧 这钱我都想好了啊 先拿出一部分给你买营养品 给你好好补补 然后呢 再 再 再给你买这双大点的鞋 让你穿得舒服点 然后再把这钱都存起来 媳妇 你 你刚才去哪儿了 媳妇 公司有一同事找我 余果子 他们不跟你说什么 说让你们辞职啊 别听他们的 见识住 说都是什么人 来 就 秩序 秩序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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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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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你忘了咱们第一个孩子怎么没了吗 不就是因为工作累的吗 现在保态的化效已经很大了 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大 养孩子非常危险呢 宝宝 妈妈应该怎么去啊 uez 马 Caesar voluntarily 马上 及奢侈 Благ人 马上 敢 呃 姚总 这是我新写的请假条 希望您能批准我 挺心留职的申请 在我休假期间 公司不用给我发工资 等我休完产假回来 我希望 我能重新从试用期开始做起 接受大家的考核 希望您能同意 如果您不同意 我可以马上辞职 昨天 我想了一个晚上 之前的做法 确实欠妥 给您和叔叔 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我换位思考了一下 如果我是您 遇到我这样的员工 我肯定会气得咬牙切齿 恨不得立马开除 您说得对 这条路我要是走了 就把别人的路给堵死了 但是姚总 我是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我厚着脸皮看救您 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回来 我一定好好向您证明 我的工作能力 好好为工资带来利益 好 那我等你向我证明 您 您同意了 你的个人能力并不差 甚至上个月的表现 还让我惊喜 这个决定与你 与公司都是好事 我为什么不同意 谢谢你 老总 别扑啊 这叫让看年算怎么回事 还以为我又欺负你了 擦擦 真的谢谢 那你家里能安抚吗 能 知道你身体不好 回家呢 就好好养身体 争取健健康康地 把孩子生下来 具体的健康康地 做好事 要考虑 还是 roller 就关虑 六 您的